这是一场值得所有中国人铭记的比赛 男子举重传奇选手战旭刚 在悉尼奥运会中的传奇逆转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选择 超越世界纪录五公斤的重量 成为了战旭刚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战 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 这世上没有不可能 战旭刚1974年出生于浙江省渠州市 初中时 因为身体相比起童年龄人来说 要强壮不少 所以被学校的体育老师相助 开始教战旭刚相关的举重知识以及技巧 而战旭刚的学习表现 也诠释了何为天赋 普通人需要学习一周的举重知识以及技巧 战旭刚往往几天就能学会 且完成得十分标准 连老大的教练 都为战旭刚的天赋感到吃惊 同时除了天赋外 战旭刚训练时还十分刻苦 这样的天赋 加上如此的努力 战旭刚很快就被省队看住 开始了他的运动员生涯 进入了省队后 战旭刚就更加坚定了 要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想法 不仅训练更加刻苦 同时还开始参加比赛 为日后积累经验 19岁时 在各项赛事中表现优异的他 就被评为亚洲优秀青年举重运动员 并且在次年1月 20岁的他 就成功入选了国家举重队 甚至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他 就收获了一枚金牌 打破了三项世界纪录 宣告属于他的时代的到来 但1998年时 国际举联宣布 将实行新的男子举重级别 原本在70公斤级别的战旭刚 只能升重到77公斤级别 虽然只上升了7公斤之多 但这对于一位举重运动员来说 就是天差地别了 因为不仅战旭刚需要改变所有训练计划 增重的同时 未来对手的实力也将会更加强大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所说的那一场比赛 2000年悉尼奥运会男子 77公斤级别决赛 战旭刚当天的比赛状态并不是很好 抓举项目中 虽然开把成功举起160公斤 但随后的两次尝试165公斤 距失败告终 这也导致了他在抓举项目中 仅排在第四位 距离第一名足足有7.5公斤的差距 通常来说 这样的成绩就已经基本告别金牌的争夺 毕竟这样的差距几乎是无法弥补的 战旭刚的教练也紧急调整方案 将同牌视为目标 战旭刚就这样带着新的目标进了停举 A组排名第一的亚美尼亚选手 梅里克扬在停举的开靶中 直接举起了197.5公斤 进一步扩大优势 与此同时 排在第二的希腊选手室 米特罗叶完成了195公斤 这样一来 战旭刚想要获得铜牌 至少需要举起202.5公斤的重量 才能弥补抓举环节的差距 只见战旭刚在摇摇晃晃中 成功稳住身体 举起了202.5公斤这个重量 从面部表情以及当天的状态来看 这个重量似乎对他来说 就已经是极限了 另一边 排在第一的梅里克扬 在尝试这个世界 记录202.5公斤时 不仅没能举起来 还出现了右腿拉伤的情况 将总成绩定格在了365公斤 而原本排在第二的希腊选手 米特罗后来举上 在第三把的时候 成功举起了202.5公斤的重量 总成绩367.5公斤排在第一 如此之大的优势 米特罗的教练团都已经开始庆祝这枚金牌了 因为按照成绩 战旭刚目前距离他还有5公斤的差距 只有举起207.5公斤的重量 才能完成逆袭 而这个重量 已经超过了原本的世界纪录5公斤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就如同开头所说 一切的不可能在战旭刚身上 似乎都有那么一丝机会 只见他爆出了207.5公斤后 随即走上了举重台 开始了他的表演 随着杠铃的落地 战旭刚成功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现场的所有观众 无不被他的表现震撼 纷纷为其鼓掌 战旭刚以207.5公斤 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 挑战了自己的极限 从而实现大逆转